那未来的世界会看到是一个权力跟经济的大洗牌吗 因为根据美国的财经媒体Business Insider 他们就报道了国际货币基金IMF队的世界展望 到了2028年的时候 到时候全世界的经济领头羊会是中国大陆 他们对于全球的贡献会多达22.6%之多 而且第二名也不是美国 第二名是印度 美国被挤到第三名 而且第四名是印尼 印尼几下德国土耳其跟日本 所以看到整个经济的权力是大幅度的翻转 尤其看到前四名就已经贡献了超过全球50%的经济成长 而且中国大陆贡献是美国的两倍之多 这一份报告里面显示出 到时候金砖四国对于全世界的经济贡献 会将近40%远远超过G7国家 而且还想是说今后五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约是3%左右 为什么会是这么低呢 因为就是在高利率环境的威胁之下 这个预测也是30多年来最黯淡的 你可以看到经济呈现下滑的风险 主要两个原因 一个是欧美银行业的动荡 还有通膨 还有现在看到一个数据是比较近期的 是在今年的第一季呢 中国大陆的GDP已经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.5% 那么预测值是4% 所以是优于预期的 那这代表中国大陆经济复苏吗 还要再观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